第35章 路有不平 都上别家瞧瞧去吧 这一年冬天 叙事了三年多的南北二朝 再一次翻脸 大将起来 南来北往的流民 好似给大水冲了洞穴的蚂蚁 呼啦啦一下 全都倾巢而出 边境的老百姓们 往日里是被压在世道的下头 吃苦受累 将大人们的锦衣玉石都扛在肩上 得弯着腰 贴着地 一点一点从石土缝里 往外爬粮食 如今 却又集体飘到了世道上头 向根基柔弱的扶贫飞棚 无处抓挠 稍有风吹草动 就得随着狼烟黄土一起上天 当沉时扶 当扶时尘 想那楼椅 百世百代 过的可不都是这样的日子吗 客栈名为头一户 前院是两层的小酒楼 后有院落 不负其名 算是本地最气派的去处 因此门口的流民也格外多一些 走了一波又来一波 赶都赶不走 店小二劝走了一帮 便提着壶来给客人加水 有几个走标客模样的黑衣汉子 坐在大堂 旁边放着一杆旗子 上面写着标局的名号 兴南 几个汉子各个都是一脸风霜 中间簇拥着一对细皮嫩肉的少年和少女 那少年脸色不佳 面带病容 肩货还要咳嗽几声 不知是有伤还是病了 他往门口瞥了一眼 似乎心有不仁 便叫住小二 取出些许碎银 道 旁人就算不管 那些个老弱妇孺也怪可怜的 好歹给人家拿点吃的 算我账上便是 少年想必是个不知己苦的少爷 骤然开口 旁边几个随从 再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只好一脸不赞同地看着他 少女皱眉道 哥 那店小二赔了个笑脸 却没伸手去接钱 只对那少年说道 多谢少爷 不是小人不识抬举 只是您几位住店 想必也是路过 不能常有 今日有您发善心可怜他们 过几日您走了 他们可找谁去 再要来还是得挨饿 不如催着他们紧着找活路是正经啊 这场仗还长着呢 刚开始哪就到了头呢 标局的少爷头一回出门 一时好心 从未想过长远 当场愣了愣 那店小二却点头哈腰地 冲他坐了坐一 撂下一句 有事您再吩咐我 便一溜烟的 被别的客人叫去了 车水马龙 磨尖皆肿 数十年积累 一朝离乱 便分崩离西去 好似那瓷平落地 也是的 江山远近 竟是辽落 老说书人用沙哑的声音开了枪 听在耳中 浑似生了锈的铁器 反复刮擦着破瓷片 客栈四座一时安静下来 只听那老说书人重重地叹了口气 仰头环顾怒拍金唐木 啪的一声脆响 角落里有个早早穿上厚棉衣的客人 下巴缩在领子里 看不清长相 就着这声金唐木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跑上跑下的店小二 放下酒钱 将领子又往上拉了拉 悄然而去 店小二好不容易才忙完一圈 见此处有空桌 忙赶来收拾 顺手将客人撂下的几枚大子收了起来 谁知伸手一碰 他却是悚然一惊 这铜钱上竟接着一层寒霜 两天后 头一户客栈中迎来了几个年轻的客人 走在前头的是两个年轻姑娘 大约是姐妹 互相挽着胳膊 年长些的戴着面纱 另一个不过十四五岁 鹅蛋脸大眼睛 看着还有几分孩子气 此地一天到晚除了刘明就是跑江湖的 漂亮大姑娘并不常见 他们俩一进门 便有几道明里暗里的视线射了过来 谁知 紧接着便是一个脸黑如炭的汉子跟了进来 手中提着好霸气的一把咽赤大环刀 那汉子环顾四周 将手中的长刀重重的一甩 冷哼了一声 刀背上的铁环被他内力锁击 一时竟是想个不休 显然是个内外兼修的高手 美色再好 也不如小命重要 那些个偷眼看的纷纷收回目光 正进微坐下来 只敢用眼角瞟一眼 黑脸汉子身后还有人 应要将随行车马交给店家照顾 那两人便耽搁了片刻方才进门 那是一个青年和一位穿了男装的姑娘 姑娘约摸只是为了赶路方便 倒也并未刻意女扮男装 衣裳是短打的男装 头上依然十分随意地梳了条辫子 人是细细的一条 长得眉清目秀 她脸颊苍白 很有几分大病过的柔弱模样 可她走进来的时候 却不知为什么 没人敢像先前一样 明目张胆地打量她 那姑娘身上有把刀 刀身略长 挂在少女腰间有些累赘 她便拎在手里 漆黑的刀鞘与素白的手背 交相辉印 又诡异地浑然一体 但凡是有经验的老江湖 一眼便能看出来那刀是见过血的 绝非初出茅庐的小青年 拿出来哄人的货色 来人正是周斐一行 这一路热闹 李延李盛都跟出来了 前面带着头沙跟李延走在一起的是吴楚楚 还有个杨警留着路上逗闷子 那天周斐在四十八寨客房中偶然碰见杨警 立刻就想起此人跟行脚帮关系匪浅 他和谢云两人护送吴楚楚回四十八寨 走得那么小心翼翼 这死居然都能堵住他们 这能耐算起来 比他那文明九州的断眼十三刀还厉害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杨警这么个浑身上下写满了快来利用我 的冤大头在前 周斐顿时有了想法 他急性发挥 煞有介事地将寇丹为了海天一色 反叛四十八寨天游加醋一番 还把青龙主与山川剑的救恩院等事 一起兼容并包地编了进来 给杨警画了一张神秘的大饼 你肯定猜不出这海天一色是什么 周斐神神秘秘地对杨警说道 端王爷 南边的那个告诉我 海天一色其实是一笔遗产 收容了无数或因天灾 或因人祸分崩离析的门派遗物 也包括大药谷 我于太师叔的龟阳丹 都是这么来的 除了大药谷 其他门派武功典籍 自然也是应有尽有 你想想 山川剑的剑 再想想我外公的刀 是不是都有点博仲家之常 集大成者的意思 可惜 端王没说完就跑了 要想追查到底 我得先找到他 杨警听了个目瞪口呆 自动过滤了其他字眼 只剩下点击 我外公的刀 集大成者 这么几个词 周斐这种鬼话 连李言都糊弄不住 大概只够忽悠忽悠杨警了 杨警其人 听闻江湖上捕风捉影地 传出一个男刀传人 连人家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都不清楚 便先行热血上头 寻死觅活地前来较量 断然不能以常理夺梁 此人听说一个刀子 耳朵能当场长两寸 被周斐一番渲染 立即对海天一色充满了向往 晕头转向的便被他拐下了山 而吴楚楚跟来则另有缘故 他虽知道周斐在胡说八道 但也知道他不是凭空胡邹 无论海天一色是什么 都必然跟吴家关系匪浅 是害死他母亲和弟弟的元凶 按理说 他从中南到四十八寨 一路腥风血雨 可谓是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 刚来又走 岂不折腾吗 可话说回来 即便他只是个娇娇弱弱的规格小姐 便能以自己无能 没用为由 心安理得地躲在鼠山中闭目色听吗 那纵然平安一世 苟且富贵 又岂是为人子女的道理 吴楚楚听了周斐对水波文的转述 发现刻着水波文的东西 正是他从小戴在身上的长命锁 便当机立断地将这东西托给了李景荣 带着这玩意儿 她是求天机等人争抢的香伯伯 交出去了 她就成了无牵无挂的一个孤女 谁也没功夫对付她 吴小姐回自己院里 给李大当家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也跟着周斐跑了 有李延这大喇叭在 他们的动静自然瞒不了李盛 李盛放心不下那位教了他几个月的老道士充云子 也不想在蜗居在长辈与意下自命不凡 他受充云子之托带华回来 现在华已经带到 眼看四十八寨有李景荣坐镇 又有南朝大军驻扎 用不着他便也干脆跟着下山了 至于李延 那是已不带我 明天我就给你们宣传的举世皆知 你们谁都走不了的方式 死皮赖脸跟出来的天头 邢教邦有车船垫脚牙 论其无孔不入 比丐帮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仅是垫一只 便能将大小酒楼客栈都纳入眼线中 有养紧的面子 和李延身上那红马脑的五福令 邢教邦办事很痛快 但谢运常年跟玄白二位先生斗法 经验十分丰富 小尾巴也不是那么好抓的 头一户的店小二 趁着招呼他们落座点菜的功夫 在杨锦耳边敲声道 小人是蓝色服的 那日小人多嘴 跟别的客人多说了几句话 隔壁桌有个客人 大概是听出了点什么 立刻便放下前走了 小人回想起来 那人形貌似乎与您要找的水雕 很像 而且对咱们帮里人非常熟悉 不知准不准 哦 对 他还留下了这个 店小二说着 取出铜钱 迎着众人不解的目光 他压低声音解释道 这其实就是普通的大子 但那位客人留下的时候 前上是生着一层寒霜的 周肥眼皮一跳 一时间 谢运那格外冰凉的手 两军阵前曹宁那隐约的一句 你不要命了 都匆匆从他眼前闪过 他忙追问道 往哪边去了 店小二客客气气地回道 树小人无能 那便真不知道了 不过呢 这人在外面 不可能不住店 不坐车船 对不对 衣食住行 咱们站了半壁江山 再小心也有疏忽的时候 您稍安勿躁 那人前两天刚走 这会儿未必走远了 不如几位现在客栈住下 等等其他消息 众人也别无办法 只好道了谢 打发走行脚帮的店小二 我看他这是往南去了 李胜沾了一点水 在桌上轻轻画了一条线 疑惑道 南边有什么 众人都是一头雾水 没人吭声 周匪心不在焉地端起一杯热水 往嘴里送去 莫名想起了那天 在四十八寨山下 谢运同他说过的一句话 一般到了冬天 我都喜欢往南边跑 那些小客栈为了省钱 都不给你生火 万一错过了宿头 还得住在四面漏风的荒郊野外 滋味就更不用提了 不如去南江晒太阳 他裹着棉袄往南边去 会不会只是去晒太阳的 不知为什么 在这人人喧嚣浮躁的乱局里 周匪觉得 这很像谢运能办出来的事 那咱们也去南边玩 李延跃跃欲试 很不见外地用胳膊肘戳了杨颈一下 哎 黑炭 你们老家是不是在南江啊 听说你们连虫子都吃 是真的吗 杨颈差点让他这毛手毛脚的一下 把水碰洒了 转头怒视他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发作 便听门口有马长思一声 又有一帮人进了客栈 客栈中 吃饭喝酒的都是一镜 只见来人个个身着黑色净装 头上都戴了斗笠 骑刷刷往门口一站 凶神恶煞气扑面而来 不像打尖也不像住店 倒像是来寻仇的 店小二愣了一下 忙挤出个笑脸迎了上去 诸位客官 住店呢 住店的里面情 还有房 领头的黑衣人不言喻 漠然地越过他 直奔店里 站了三张桌子 一时间 临街的上下两层小楼 地方好像都不够用了 一侧角落里 兴南标局的人 则谨慎地互相打起了眼色 几个汉子站了起来 将那对兄妹护在中间 李延好奇地伸长脖子看了一眼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周斐目光一扫 伸手轻轻敲了敲桌子 李延问道 干嘛 一直没顾上说 周斐掀起眼皮撩了他一眼 说道 今天得跟你约法三张 这回出门 没人护着你 在我眼皮底下 你要是敢像上次 在少阳一样乱跑 我就打折你的腿 李延 我警告你 别指望我也像 他话音到此 不免一顿 将像马叔一样灌着你 一句话含混地咽了下去 周斐没说出来 别人却听得出 李延愣了愣 不知想起了什么 有些低落地 哦了一声 没事不要找事 周斐又一有所指地 看了杨锦一眼 实在是手痒了响恋恋 我可以奉陪 杨锦冷哼了一声 将扣在断焰刀上的手 放了回去 说道 这些黑衣人是活人死人山的 我揍 见过一次 李延皱眉问道 哪一门下 玄武 杨锦道 你看那个人的手 千里言李延 大眼睛咕噜一转 便将一楼大堂 尽收眼底 小声汇报道 我看见了 那个人手背上 纹了一个 长着大尾巴的王吧 乖 李延面目表情道 闭嘴 吴楚楚至今记得 将他们逼到 恒山密道中的正罗生 听到活人死人山 先紧张地捏了捏一脚 说道 和那个青龙主是一样的吗 周飞怕自己说得多了 吴楚楚反而不放心 便简短地回道 没事 没有正罗生那样的高手 比起当年两眼一抹黑 连活人死人山是何方神圣 都要审天书告知的周飞 李延哲包打听的消息 显然灵光多了 他看热闹不嫌势大的说道 我知道 听说玄武主名叫丁奎 非常不是东西 姐 他还扬言要找你 给青龙主报仇呢 周飞点点点点 他不明白 这有什么好兴高采烈的 李盛从桌子底下 给了李延一脚 你唯恐别人不知道是吧 李延吐了吐舌头 不敢提这茬了 便转向吴楚楚 对他说道 没事 等你把我教你的武功口诀练好了 咱就谁也不怕了 此言一出 一张桌子上的 剩下三人都惊了 周飞一口水呛了出来 娘啊 你还教别人 杨锦一本正经的咒媒道 习武可不像写字 倒叉笔也没事 出了叉子不是小事 怎能随便误人子弟 李盛最不客气 直接问道 李大壮 你还记得你姓什么吗 李延男的好为人失一回 当场被这三座大山 活活压得矮了一截 脸上颇为挂不住 吴楚楚忙出来打圆场 用眼神示意新南标局的方向 小声道 噓 你们看 那些人是不是跟那个什么 玄武派的人有过节 大堂下有些怕事的 已经悄悄走了 也就二楼还剩下点人 吴楚楚这一瞥并不突兀 因为在座的其他人也都在窃窃私语 只见那新南标局中的少女愤然上前一步 从腰间抽出一对峨眉刺 指着楼下的玄武派说道 青天白日里追到客栈里 公然结标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众人听吧 顿时微微哗然 自古有标局压标 便自然免不了有人想结 只是既然做的都是拦路打劫的买卖 必是要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多半也不会透露民性 谁知现如今 这结到的反倒是大摇大摆 招摇过市 仿佛觉得很有道理一样 非但不屑掩藏身份 还追杀到人来人往的客栈中 反倒是苦主走投无路 求救无门 简直怪灾 这一来是中原武林群龙无首 秩序崩乱的缘故 二来也是南北双方战士正经 连朝廷也没空管这些江湖仇杀 盛世的王法乱世的刀兵 这样乱的世道里 从来都是越恶便越得势 杨锦冷笑道 报杀父之仇的 都未必敢这么有恃无恐 你们中原人真行 我们中原人不这样 周飞眼皮也不抬地说道 中原王吧才这样 他话音没落 便听楼下玄武派的领头人笑道 小丫头骗子 谁稀罕结你们的标 咱们兄弟吃过见过 犯得上惦记你们那三瓜两枣 只不过看不惯你们给霍连涛那伪君子跑腿卖命 还脸大自称南朝武林正统 特地来替天行道罢了 李胜一听霍连涛三个字 后背不由地挺直了 白手冲李延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那玄武派的领头人又得意洋洋地接着道 霍家宝的当家人本来是霍老爷子 谁不知道霍连涛这家主之位是怎么来的 这人是 这是人家家务事倒也罢了 只是那区区一个北斗 尚未抵达岳阳 那霍连涛便自己先屁滚尿流地逃了 一把火烧死青胸 这是什么臭不要脸的混账东西 也好意思发什么争北英雄铁 呸 我看不如叫捧臭脚铁 星南标局一行人文言 自然怒骂不止 玄武派的领头人音策策地一笑 你们若是识相 便将东西留下 滚回去跟霍连涛那老小子说 他那个什么捧臭脚大会 一定要如期开 弟兄们还等着前去搅局呢 他说完 突然连招呼都不打 人影一闪 竟已经窜到了二楼拐角处 伸手便向那写着 星南两字的旗杆抓去 口中话音不断 虎公稀松就算了 还有眼无珠 你们要这旗有何用 一并给了我吧 走标的 走的便是这一杆旗 走到哪亮到哪 这是名头 也是脸面 要是哪个标局被人截标 充其量赔钱 再赔上点生育罢了 可是哪个标局被人拔了旗 那便是给人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特别是舍在活人死人山 这些魔头手上 传了出去 往后南半江山 便哪里还有 新南标局的立锥之地 那标局众人一看便红了眼 四五个汉子抢上前去 兵器骑出 奔着那玄武派的领头人身上去了 那领头人大笑一声 一只脚踩在木头扶手上 走转腾挪 竟然颇为游刃有余 李胜默然收回目光 对周飞等人说道 霍连韬放火烧死清歌这事倒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那些魔头不算扯谈 但怎么 霍连韬丧家之犬似的 从岳阳南奔 还真把自己当颗葱了 当年山川剑都不敢自称武林盟主 他算什么东西 李延伸着脖子看了半晌 剑那边打得锣鼓喧天 便问道 哥 咱们真不管啊 周飞道 坐下吃你的饭 李胜道 狗咬狗 有什么好管的 两人几乎一口同声 李胜为了自己所见与周飞略同 顿时颇为不爽 大爷似的冲周飞翻了个白眼 就在这时 那玄武派的人仿佛戏耍够了 默地从那木头扶手上翻了下去 猛鹰扑吐似的扑向其中一个标局的汉子 一把抓住那汉子手中的板斧 竟能以蛮力拉开 随即一掌印上了那汉子胸口 那标师惨叫一声 当即往后退了好几步 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 脸上泛起可怖的青紫色 双腿蹬了两下 随即行似疯狂地伸手去扒自己的衣领 指甲扣进了肉里 静眼浑然不觉 他口中呼呼作响 不过片刻光景 竟已经没了气息 临死时将自己布满血稻子的钱筋扒开 里面竟有一个漆黑的掌印 玄武派的黑衣人将双手露了出来 只见他手上隐隐有光滑过 竟然是戴了一双极薄的手套 掌心处布满戏得看不见的小刺 能轻易穿透布料衣襟 将脆的毒印在人皮肉上 这玩意儿就算跟毒掌比起来 也是旁门左道 毒掌好歹还得将自己炼化毒物入体 还得内力深厚才行 哪向此物省事 想那青龙主郑罗生也是个成名已久的高手 与人对阵时也一样是花样百出 一身的鸡铃狗碎 比起杂耍卖艺的也不能多让 跟眼前玄武派的黑衣人 这省市的毒掌意趣同工 可见活人死人山实在是从上到下 一脉相承的上不得台面